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茶桌等古香古色的相声元素一一呈现 据节目主创团队介绍 相声有心人的舞美融合了东方 流行 曲艺 西式等多种元素 节目将东方式的郎柱 硬牌文士 曲艺衫 洋房等不同风格 通过充满梦幻感的材质来呈现 赋予了整个相声小镇经验的古典 与其是结合的独特视觉效果 不同于传统的舞台概念 相声有心人为节目打造了一座相声小镇 所有录制都将在这座小镇开展 为了让这座小镇尽善尽美 东方卫视制作团队重视细节 在场景布置 摄影 收音等技术环节力求完美 整个相声小镇成凹自行排列 设有相声元素的洋楼建筑 如打挂咖啡馆 说学斗唱包子铺等等 而之所以坚持打造这样一座相声小镇 最初的目的就是传承相声文化 挖掘相声新生力 众所周知 早期的相声表演多在街头 茶馆 与观众直面互动为特点 节目组有心还原相声的最初面貌 因此在召唤师考核间 两侧添置长条板凳与茶桌 同时在舞台背景处放置古典屏风 并服以门洞式结构进行舞台搭计 书画折扇立于舞台对面 边坠灯式 逐折亮灯 显折扇展开之貌 给整个舞台增添了文化意愿与活泼气息 这种沉浸式体验 不仅让相声新人与召唤师 拥有一个完整的相声世界 也使观众更有代入感 能够真实地投入情境中 为梦想见证 让相声众欢光彩 相声小镇的诞生 就是为了所有热爱相声的演员 制造出了一个梦想世界 现场九十组选手 争夺每位召唤师手中的十块令牌 相声新人们在小镇广场落座 通过选择召唤师 而介入相应的召唤师考核间 接受考核 而其他选手通过现场大屏幕 光看考核表演 当有人不服考核选手通过 可以击鼓得到battle机会 直面召唤师 争取实现梦想的机会 相声小镇不只是舞美 也不只是节目落志的地方 而是承载了相声新梦想的地方 相声有心人聚焦相声领域 邀请郭德纲 张国立担当召唤师 旨在寻找相声新生力 希望通过十二期的创新赛事 传递文化自信 见证最具传承感 与时代感的相声新兴诞生 让相声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 众幻心彩 更从中表达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宫的梦想价值观 万事具备之欠 相声新人 老村长久 相声有新人 将于八月中旬登陆东方卫视 等你来看 等你来看